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中立教会所录制的每日新眼光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米加苏的第五章 从第二节到第五节 经文这样说 伯利恒的以法塔 你在犹大诸臣中最小 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 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群的 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 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 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来 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那里 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 并耶和华他上帝之名的威严 牧养他的羊群 他们要安然居住 因为他必日渐尊大指导地极 这一位必做我们的平安 圣经读到这个地方 米加苏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位书卷 他的特别是跟伊赛亚先知都一样讲到有关于耶稣基督的降神的事情 所以第四章跟第五章 我们比较称之为这是一个希望的信息 也就是百姓生活在很痛苦的当中 可是相对的上帝把那种极美好的希望的愿景 一些事情告诉他们 当你在痛苦的当中总是还有一个美丽的一个希望 而且是会发生的 他会跳脱那个痛苦的一个环境 把那个盼望是寄托在那个未来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 伊赛亚书第九章第六到第七节 一样类似的经文 我这样读给大家听 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 有一个儿子将赐给我们 他要来统治我们 他要被称为奇妙的导师 全能的上帝 永恒的父亲 和平的君王 他的王权将继续增长 他的王国永享和平 他要继承大位的王位 他要以公平公义统治的基础 从现在直到永远 非常明显 这个极大的盼望说出来了 是告诉以色列百姓 即使你们现在在非常困难的当中 这一位君王会出现 他是公平跟公义的 好 这个信息很关键 这个对以色列百姓 他们都很清楚 因为他们曾经有一位非常贤民 非常能干的一个君王 他的名字叫大卫 所以他们会期待说 这个君王会像大卫这样 可是将来出现的耶稣这位君王 像大卫这样吗 不是像他这样 是超过大卫这个君王 我们为什么这样讲 以色列百姓会把未来的君王 给予他宰化了 宰化到只有成为他们以色列的君王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是 他要成为世人的君王 他要成为一个公平公义的君王 我们不能够从狭隘的观点去看耶稣 如果是如此的话 我们就把耶稣当作 以色列他们百姓 这种狭窄的种族主义一样 如果是如此的话 耶稣又变成某一个国家的君王 只有这个国家兴旺 那么他又继续攻打别的这个国家 这样好吗 不是这样的 圣经所预言这个新的君王的出现 跟大卫君王的出现 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个地方 那就是耶稣带来世人真正的公平和公义 他不是种族主义的这种的君王 而是世界的君王 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 登山宝训 也就是马太夫人的第五章 你可以去读每一段的经文 登山宝训不是只有适用在犹太民族 西伯兰民族 它适用在我们的国家 它适用在全世界各个民族 它是一个普世的一个天国的价值 它不是一个少数的 我们不能够把耶稣抓来说 你做我的君王 而却不做别的君王 没有 登山宝训 主耶稣自己讲 日头造好人 也造坏人 下雨给好人 也给没有遵行神坏的人 上帝 他看百姓都录像他自己的孩子一样 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 他都希望人们都能够得救 所以 耶稣是所以被人称之为公义的君王 何必的君王的道理在这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既然我们信你耶稣 你能不能够去思考一件事情 也就是上帝的信息 能不能去破除你心中里面的偏见 能不能够去改变你那种固执 那种不能够改变的观念跟想法呢 你要知道 当一个人的观念不改变的时候 你的爱心就挡在里面了 而我们的爱心是上帝要透过我们去施展出来 却因为我们的想法不改变 而就堵在那个地方 你知道吗 如果我这个想法是在一个教会当中 我就堵到这个教会的成长了 那么有一天神会惩罚我们说 你为什么用你自己的想法 去拦阻我的国度的爱心不能够施展呢 你这样想着就发觉说 哇 上帝的真理真是如此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的话与神的真理是带有力量 福音是带有大能的 他不是只有改变对方 他更重要是改变你自己 你不觉得很重要吗 耶稣改变了使徒保罗 他的狭窄的种族主义的观念 当他被改变的时候 所有的这样的能量 热情 爱心 因着他的缘故 大大的展开出来了吗 你看出这个道理了吗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读神的话语 你读到这个诀窍的时候 你就知道原来 你是一个关键人物 神的话不是写在书本上好看 神的话要改变你 愿意上帝祝福你 阿们